胶囊填充机操作过程 1. 接通本机电源 按下绿色电源开关 2. 调整调压器输出电压约60-90V 时面板产生震动 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电压需要自行调节 3. 在面板框内后方放入约350粒胶囊体 借助振动,胶囊体往前移动 在此过程中,胶囊体口朝上掉入面板255只孔中 踩下脚踏板 将对应转换板插入导轨 然后松开脚踏板 将转换板连同一位板一起推入 此时面板上的腰囊体落入转换板孔中 之后仍然双手轻轻顶住转换板和一位板 让它们同时复位 待完全复位 踩下脚踏板 取出转换板 观察转换板孔中 有时出现极个别口部朝上的胶囊体 并除去卡在面板上的变形胶囊体 4. 重复第三步过程 以相同方法把胶囊帽装入帽转换板上 完成后调整调压器到零位 5. 当冲田制剂时 将药粉装入体转换板上的胶囊壳中 并擦去转换板上多余的药粉 6. 将套盒板有缺口的一面朝上 没有缺口的一面朝下 对准放到帽转换板上 使胶囊帽、口子、高出面板部分 进入套盒板孔中 翻转180度 对准放到体转换板上 来回轻转推压几下 胶囊帽和胶囊体稍微结合 7. 锁口 将上述三种板一起推入锁口机 升降板到顶 自动压和微动开关 升降板往下降 当它降到最低位置时 完成锁口 当升降板即将升到最高位置时 立即取出放入的板 升降板停止或升 注意 在推入板和取出板的时候 两手放在板的外侧 绝对不能放在板的中间部位 推入板后立即拿开两手 否则会被升降板压住 然后先取出帽板 取出套盒板 将锁好的胶囊从套面板上倒出 8. 检查锁口是否达到要求 否则调整肌内底板 与升降板螺杆 拧紧 套盒更短 拧松 则相反 注意 底板与升降板之间 最小间距必须小于或等于 帽转换板 套盒板 体转换板 三折厚度之和 注意小于尺寸 一般为0到2毫米 9. 重复第二步到第七步 直到完成整个生产任务 10. 按下红色开关 关闭电源